大家好,星期二日報,今天是2022年11月4日,星期五 話說在10月9日,即今年的10月9日,即一個月前左右 警方接獲到一個市民報案,他說他自己當日下午經過中區法院道的時候,就撿到一格已經撞毀的遙控航拍機 警方到場,經初步調查相信那個遙控航拍機在夜間飛行 而且應該是因為撞到建築物道,所以聚毀 懷疑有人涉嫌危險操作無人機,所以展開這個調查 警方還在航拍機裡面發現裡面有超過20條不雅的影片 這些影片主要都是針對一些在住宅裡面,又或者在酒店裡面的人偷拍他們的片段 經過中區警區的神探門深入調查之後,就在今早11月4日,在黃大仙區的住宅單位裡面 以涉嫌虧淫罪,就抓了一個姓吳,26歲的本地男子 而且在單位也再找到一格懷疑和案有關的航拍機和遙控器 案件就交由中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被捕的男子已經被扣留調查 其實這次是警方第一次有人利用無人機進行虧淫有關罪行作出拘捕 警方提醒虧淫是嚴重罪行 一經定罪可以判刑5年,而且發佈源自虧淫所得的私密影像也是一樣犯法 一經定罪都可以判處監禁5年 大家也要小心點,留意一下窗外面的東西,必要時記得關上一個桌簾,關上一個窗簾 不過我記得其實我自己也有,因為我住的屋苑快要大維修 天井位的日久失修情況比較嚴重 他試過一次貼張通告出來說,在哪段時間裡面 管理處安排了航拍機,想拍一拍天井日久失修的情況有多嚴重 總之做大維修有關的事情,判斷一下 我記得當日我有留意到,有感覺到航拍機在外面飛過 但我又沒有刻意去看它,免得拍到自己上鏡 我記得在我印象當中,很多航拍機的聲音都比較吵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些貴的款式,是沒有那麼吵 但在外面飛過也很吵 不然現在的鏡頭那麼厲害,就算是很遠,他也會拍到你 以上的內容暫時來到這裡,謝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分享,訂閱Patreon頻道,月費贊助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